嗨,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 今天的主題是 Benkey代尼存 信貸利息最高50%回饋 這是真的嗎? 那很可能你的財務狀況比較不好的 他願意借錢給你就要偷笑 那你拿到的利率是8% 9% 那你就要知道 雖然說8% 9%的利率 你這樣子拿回來的利息很高 但是你別忘了 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信用貸款的部分 其實這應該是我們介紹的 第四款信貸 大戶的講過了 然後Line Bank講過了 再來將來也講過了 所以這應該是第四款 那這一款呢 其實我覺得他蠻特別的一點 就是說他給你50%的回饋 這個50%回饋到底要怎麼取得啊 一般來講 銀行他申辦這種所謂的借款 借你錢這件事情 他基本上就是要賺錢的啊 他怎麼可能還會再給你50%回饋 所以這中間呢 用非常多有趣或者是蠻吸引人的數字 來吸引你的目光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適合你 我覺得這個你可能就要再思考一下了 那我們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個產品到底是什麼 這個產品呢 其實就是Banky推出來的 這個信用貸款的服務 大概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Banky數位帳戶上線時 他們就有說他們要推貸款 可是貸款一推就推了多久 推了四年 現在才生出來 那這個產品呢 其實說真的 蠻具有這個話題討論度的 現在網路上也開始有一些記者在寫 蠻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著眼點就是說 這個條文裡面真的沒有問題嗎 那後來大家發現說 他上面有寫說這個有什麼申請專利 那就代表說 他們可能是已經就有做入冊了 所以不太可能就是說 騙你這件事情 那他的信用貸款有兩種 一種叫做挑戰型信貸 另外一種叫做一般型的信貸 一般型的信貸 其實就是大部分的銀行在做的 比如說 根據你自己本身的 這個還款的能力 或者是你的客戶品質的優或劣 來決定給你的利率 那這個利率基本上就是一個數字 比如說 最高有700萬的額度 然後你是台積電 或者是前500大企業的員工 那你可能就可以拿到 大概2%或者是1點多%的利息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借錢其實 我覺得你的成本就非常的低 那甚至他的開辦費 一般型信貸 Banky就只有888元的開辦費而已 那他一段是利率寫說 最低2.1%起 所以如果你是優質企業的員工 基本上最高可以貸到700萬 但是還是要 看你自己本身有沒有跟其他銀行 或是其他同路借款 如果你有一些分期付款 或者是你有這個房貸的部分 你可能就借不到700萬這麼多 所以這是一般的玩法 那這個挑戰型的玩法呢 他的利息回饋給你最高50% 然後他的開辦費多了8000元 所以開辦費是多少 8888元 你就會覺得說 我要參加這個信貸活動 我首先出去的是多少 接近1萬塊的開辦費 那這1萬塊的開辦費 是絕對拿不回來的 除此之外的話呢 你要每一期的如期還款 那麼到這個整個貸款活動結束了 比如說你貸款7年 你7年結清之後 他才會去計算你每一期 如期還款的數字 然後再把它用一半的方式 匯到你的戶頭 那當然這東西是會被扣這個 所謂的二代健保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這個收入的部分 因為畢竟他不是說真的 把你做回饋減免 而是依據你自己本身的所得 幾句還要再繳縱所税 畢竟他是一個額外的收入 那簡單舉例一下 比如說你借款200萬 那你還款期限是7年的部分 你的利率來到最低4% 它的利率不是最低2% 是最低4% 所以呢 你要繳出去的利息是多少 大概是28萬左右 那你回饋50% 就是給你48,180元 所以呢 你每個月需要準時還款的金額 大概是多少呢 剛剛講的這些數字 來算就是每個月還27000 所以如果你有200萬的需求 你參加這個活動的話呢 你第一筆8888先出去了 再來每個月還27000 到最後你可以再拿14萬8回來 所以這中間你可以算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到底划不划算 我自己來講的話呢 如果我能夠借到最低4%的利率 那我也許有機會可以考慮 但是呢如果你的工作 比金本身就是比如說你是打零工的 然後你也不是那種什麼 全球前500大企業 或是台灣那種很前面的公司的員工 那麼你一定拿不到最低4%的利率 那很可能你的財務狀況比較不好的 他願意借錢給你就要偷笑了 那你拿到的利率是8% 9% 那你就要知道 雖然說8% 9%的利率 你這樣子拿回來的利息很高 但是別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付出去的利息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這種所謂的挑戰型信貸呢 他有非常多的這叫什麼 創意創新 但是他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要去精打細算 比如說你的貸款條件非常的好 你是不是就去借一般型的信貸 比如說像那個Nine Bank 他最高就是1.8 1.9嘛 那甚至將來銀行的信用貸款 也是2%出頭 那大戶也是2% 你就可以去借掉錢 那你有必要去借這個4% 5%或是6%的嗎 雖然說他會給你50%的回饋 50%的回饋 你把它當作是你的利率打折 所以4%打一半的折扣回來給你 是不是就是2% 對啊 那你會覺得你有賺嗎 甚至他們會把他們想要賺的錢 就直接灌在你的利率裡面 比如說你原本你可以核貸的利率就是3% 他為了要多賺一點 他就給你6% 遊戲規則是銀行在頂的 他們可以就是做得非常的冠冕堂皇 或者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讓你覺得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事實上呢 不見得適合你 所以這些條款呢 你都一定要看清楚 那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拿到50%的回饋 你必須要每一期都要按时缴清 如果你的財務狀況不是那麼好 你可能有一期你沒有辦法缴清全額的部分 那麼你就失去拿這50%回饋的機會了 他就沒有了 但是你還是每一期都要如期的去繳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東西非常有噱頭 但是我可能還是不會去審辦 但當然首先我自己本身有錢的情況之下 我為什麼需要去借信用貸款呢 難道說你借信用貸款只是想要去股市翻身嗎 如果你這樣想這樣去做的話 你最後一定是賠本 就是投機不到18米啦 我說真的 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借信貸 然後去股市翻本 這件事情 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美好 絕對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借錢去做什麼事情 這個原因你還是要想清楚 我們完全不鼓勵大家去做借錢這個動作 我反而希望你辛苦的儲蓄 辛苦的存錢 然後拿這些錢呢去做投資 我覺得這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那想要致富絕對是沒有捷徑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想清楚這一點 然後確定了自己的需求之後再去借錢 這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也私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內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